这个光头研制出了抵抗丧尸病毒的解药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给自己注入了疫苗 光头亮枪一下就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女王本想下令送他一程 他又突然抬起手说自己没事 疫苗一定是成功了 女王吩咐手下拿来了装有丧尸头颅的盒子 手下把光头的手放进了盒子里 经过一顿痛苦的挣扎 光头的手已经被丧尸咬得没有知觉 按常理来说他现在应该已经变影了 光头自己也不敢相信疫苗竟然是成功的 女王以为是疫苗起了作用 接着他立即接种了第二剂丧尸疫苗 女王已经在幻想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因为沃伦曾救过自己一命 女王也想让沃伦提前享用到疫苗 但沃伦深知这种疫苗的副作用 一旦被打上用莫菲血研制出的疫苗 就会被莫菲所控制成为他的傀儡 莫菲看此情形连忙上前表示 沃伦对我帮助很大 让我亲自给他注射疫苗拯救他的生命 女王立马同意了他的请求 可莫菲却搞起了小动作 他并没有把疫苗注入沃伦体内 接着女王所有的手下都接种了疫苗 女王下令让莫菲和光头马上批量生产 让全世界的人都接受注射 好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野心 光头回到试验室立马开始研制解药 否则不光是女王的手下 就连自己也会被莫菲控制 莫菲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傀儡被解药解开 就在光头准备给自己注射的时候 手却猛烈地抖动起来 之后光头在莫菲的控制下 像个机器人一样 开始批量研发用莫菲血制造出的丧尸疫苗 碰巧这些被沃伦看到 当即莫菲就控制光头去倒水 像极了他的一个奴隶 莫菲向沃伦表明 他想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半丧尸军队 至于为什么不把沃伦变为半丧尸 或许是念及网日的感情吧 另一边 蟹王找到了女王 谎称沃伦和罗伯特都参与了谋杀女王 如果不赶紧赶走他们几个人 女王建造起来的家园都将毁于一旦 听到蟹王的这番话 女王也有些动摇了 就在此刻丧尸疫苗起了作用 女王已经受到了莫菲的控制 被控制的女王一声令下 把蟹王抓了起来 莫菲一脸兴奋地以为 自己掌握了一支随时可以控制的办事军团 突然光头割出现 好像不受控制一般 慢慢向他走来 接着所有注射半成品疫苗的人都朝他扑来 莫菲连忙拿刀割破手 用自己的血吸引他们赶忙逃跑 吸食了莫菲血液的女王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他下令全员追捕莫菲 而此时的莫菲几人也退无可退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扮人扮丧尸的男人双手一挥 所有丧尸全部听令 上集说道 莫菲试图建造一支唯命是从的丧尸军团 但因为光头的疫苗只是半成品而惨遭失败 计划泡汤的莫菲只好跟着小队再度前往疾控中心 此时离目的地只剩三公里 小队开始回忆丧尸病毒刚爆发时的经历 首先是老白 他曾是一名心理医生 正和病人交谈时 门却突然被撞了一下 他小心翼翼地走向传来动静的房间 第一反应还以为自己的病人在搞惊你太美 仔细想了想才发觉可能是丧尸 可冲进去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整个医院很快就全部沦险 老白要一颗 拿起高尔夫球棍就冲了出去 当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的胡子下面还藏着一根烟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迪士尼乐园 看样子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罗伯特这时也开始陷入回响 病毒爆发前 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接人所害 这天他正独自一人在七女的棺材前祈祷 突然棺材里传来的响声 他以为妻子并没有死去 正想打开棺材时 门外突然走来一只丧尸 罗伯特单手将其打倒 把丧七只痛全部撒在了这只丧尸身上 可当他回过神来 眼前的一幕令他痛不欲生 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小队又走了一天 地表密集的丧尸挡住了他们的巨路 无奈只能从下水到前进 莫菲呆呆地看着天空 马上就要到疾控中心了 他开始思考丧尸末世的就是主 为什么是他 整个世界为什么偏偏自己不会变成丧尸 他明明什么也不想到 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普通人 灾难发生那天 莫菲在监狱里和狱友玩扑克 他自称是破产的企业家 因为诈骗而入狱 不远处的一个犯人被杀 变成了丧尸 狱警走上前检查也被一口咬中 监狱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莫菲见状连忙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回忆被沃伦叫醒 莫菲觉得自己到了疾控中心 很可能会被当作小白鼠来实验 希望到时沃伦能保护自己 跟着红姐的地图小队翻山越岭 终于来到了从第一季 一直找到现在的目的地 让人意外的是 疾控中心竟然是一个小屋餐厅 谨慎的沃伦决定 和罗伯特先去查看情况 同时莫菲也得换一身 不容易被发现的装扮 等确认没有危险实在进去 两人悄悄进入酒馆 发现只有一个慈善的老太太 老太太看起来毫无敌意 还邀请他们坐下来喝茶 但骑士柜台下面还藏着一把冲锋枪 罗伯特看没有危险 才让其他人进来 莫菲装扮成女人的模样 避免被赏金猎人抓住引发麻烦 就在老太太招呼小队喝茶时 一群赏金猎人 带着一只蓝色的丧尸走了进来 男人看上了一个 裹得很严实的女孩 谁掉旁边的丧尸 竟重复起了女孩的动作 众人看到女孩能够控制丧尸 瞬间明白了什么 开始拔枪想想 赏金猎人的领袖 让女孩摘掉帽子和眼睛 没想到她竟是对丧尸病毒免疫的莫菲 她一个眼神 直接控制丧尸咬了赏金猎人的脖子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赏金猎人不敌莫菲的朋友们 很快便全部倒下 突然酒馆老太太在桌子下 拿出了一把冲锋枪 逼着小队放下武器 在控制住局面后 确认了莫菲丧尸之王的身份 老太太立马冲出房门 随即向天空打了一颗信号枪 原来这是她在给疾控中心发信号 海面逐渐浮现出一艘核潜艇 但一万却在刚才的混乱中 不幸重当昏迷 现在只能把唯一的希望 都寄托在潜艇里的医生 接着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酒馆 两个长官走进来 确认莫菲扮人扮丧尸的身份 跟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之前为莫菲注射丧尸疫苗的末期医生 莫菲一见到他就气得怒火中烧 但也只能隐缘 毕竟解决丧尸危机要紧 众人将莫菲和受伤的一万带上了车 小队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那么他们几人又该何去何从 莫菲和一万被带入潜艇后 一万被抬去治疗枪伤 莫菲则和女医生准备研制新的丧尸疫苗 在潜艇指挥室 莫菲从长官的口中得知 在丧尸病毒灾难发生前 世界上的妇人们就建立了一个名为若纳的新世界 而莫菲这次准备做出的疫苗 只是用来给若纳的部分权贵使用 莫菲也发现士兵们的眼睛都不对劲 于是趁长官不注意 故意打翻了杯子 果然这些士兵的眼睛都发着蓝光 像是傀儡一般 很是诡异 随后女医生开始对莫菲抽取血液进行检测 莫菲在过程中得知 自己的血液可能只是为了救几个妇人 并非用来研究疫苗拯救世界 随后莫菲医生开始询问莫菲 自从对丧尸病毒免疫 有没有得过关于那方面的功能障碍 莫菲开始有点支支吾吾 话说这和丧尸疫苗有什么关系 莫菲医生看着他害羞的样子 于是便叫走了士兵 恰恰是这么一转身的功夫 莫菲直接站到了医生的身后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莫菲脑海里产生 眼神恨不得要吃了莫菲医生 同一时间 海岸边的小队遭到了贩毒集团的攻击 红黄后带领着大批手下前来找小队复仇 在强烈的火力压制下 小队没有一点反击之力 女王之所以能够找到他们 其实全靠只剩头颅的丧尸光头医生 可以追踪到莫菲的动向 女王很快就冲入了小酒馆 他找到沃伦 准备薪酬救援一起爆 当即两位女汉子就打了起来 真是拳拳到肉 招招致命 沃伦被一个酒瓶击到 女王拔出发簪准备刺响她时 蟹王竟然出手杀了女王 救了沃伦一命 罗伯特看到仇人 一枪脱将蟹王撂倒 蟹王连忙对众人说 之前在我快要被丧尸咬到时 终于醒悟自己的罪孽有多深重 上天让我幸存下来 就是在让我赎罪 其他人听了决定 让两人自行解决 罗伯特深思熟虑后 最终没有下手 并选择离开了沃伦小队 此时的沃伦几人 想到海岸边看看莫菲的情况 但当他们到达海岸边时 河潜艇却正冒着滚滚浓烟 男人抱着被丧尸病毒侵蚀的女儿 想着她长大之后的样子 想哄她入睡 让她忘记这糟心的末世 她突然发现四周有些不对劲 许多丧尸的声音在她耳边回荡 看着周围修建防御工事的幸存者们 此声音显得异常曝雾 她把女儿放在箱子里 让办事手下守护 自己则跟着声音的来源前去查看 在一个走廊镜头 发现几个不同寻常的丧尸 被装在罐子里 声音也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因为莫菲是半人半丧尸 她对丧尸极其敏感 甚至能够感受到 罐子里丧尸的痛苦 罐子里的丧尸 请求莫菲给予他们仁慈 这时几个穿着防护服的幸存者 走了进来 莫菲的朋友们也紧跟其后 莫菲告诉沃伦 有人在这里进行 惨无人道的丧尸实验 无奈之下 穿着防护服的博士只好坦白 罐子里的其中一位丧尸 正是博士的妻子 灾难爆发前 他们正在用真菌研发 新型抗生素 一场爆炸使得这些真菌泄露 导致部分人变异 但不同于普通丧尸 他们有着自己的灵魂和思维 其中被感染的就有博士的妻子 所以博士将自己的妻子 放进了罐子 试图找到治愈丧尸病毒的方法 了解情况之后 老白觉得这里的情况 远比想象中的复杂 小队应该赶紧离开 但沃伦考虑到这里 有他们需要的车和汽油 他还是想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第二天早上 大门外来了一个 穿着钉字拖鞋的光头 名叫强人 强人对守卫们的威胁 并不放在眼里 他向守卫们说明此行的目的 想找到名单上的一位依据博士 双方僵持之时 一个熊孩子用石头砸向强人 不料被轻易躲过 反倒挨了强人一枪 还好只是橡胶子弹 莫非的朋友们看不下去 纷纷站了出来 也算是和强人结下了梁子 强人看中人态度强硬 决定过几天会再来要人 强人走后 沃伦几人商量着 怎样应对明天的进攻 至于为什么要抓这名博士 连博士自己也不知道 接着沃伦对所有能用的人进行训练 训练中 沃伦叮嘱他们射击之大头 不然都是浪费子弹 第二天 沃伦几人在仓库 发现了制造炸药的原材料 这下可以给强人一个惊喜了 安排居民分发武器修筑防线 所有人进入战斗状态 不久强人的车队就赶来了 强人先下车与老白会面 随着几声枪响 车厢里冲出一群丧尸向基地吸取 还好在老白的指挥下 众人有惊无险地化解了这波进攻 强人见九宫不下 直接放出了第二波更凶猛的丧尸 当美国佬还在徒手对抗丧尸的时候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抗击丧尸顶尖的存在 只见男人往丧尸群里扔出一颗高科技黑球 直接吸引住了丧尸的注意力 随后发出数条绿光 每一条绿光都自动跟随一只丧尸 六只丧尸瞬间被消灭 一旁的美国佬别提有多嫉妒 把气拳都撒在了脚下的丧尸身上 孙美觉得双方的敌人都是丧尸 便归还了他们的武器 并且对武器做了升级 离着不远的半人半丧尸莫菲 已经在医生和长官的脸上各咬了一口 他准备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丧尸王国 就在这时 森林里冲出了一群手拿武器的丧尸 莫菲举起双手试图控制这群丧尸 但这根本没用 离境才发现他们只是穿着破旧衣服的人类 在这个资源匮乏的末时 这些人看起来跟丧尸无二 莫菲的手下都被野人按在地上包锤 还好一万用狙击枪将这些人一一解决 他们刚想撤离 突然术后传出响动 一团丧尸形成的球从山坡上滚下 当众人为此疑惑时 莫菲却说这是丧尸肯丧尸 因为现在的幸存者在逐渐减少 没有肉吃的丧尸只能肯食同类 身为半人半丧尸的莫菲开始同情他们 建造丧尸王国的欲望更加强烈 此时天空突然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空头 这正是孙美总部捐助的物资 沃伦开始询问孙美他们为什么来此 孙美告诉沃伦 来此的目的就是寻找拥有丧尸抗体的莫菲 因为研究出一秒只查他的血小板 听到这沃伦再次燃起了豆芝 当他们抵达空头附近 却发现一群打扮怪异的人先行一步 见多识广的歇书告诉众人 他们比丧尸还可怕 虽然他们是人类 但他们的大脑都被烧焦了 俗称终结者 当小队进入这所工厂时 这里已经失衡遍野 突然前方闹出了一批丧尸 士兵拿起黑球就扔了过去 不料又被对面的终结者扔了拐 绿光瞬间罩在他们脸上 孙美的队友牺牲众多 最后还是沃伦几人出手 解决了这波终结者 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空头补给已经先行被人抢走 孙美瞬间崩溃 无线电坏了物资也没拿到 沃伦安慰孙美 同时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小队 找到莫菲抽她的血质做解药拯救世界 众人正准备去找莫菲 她却主动找上门来 原来空头都被莫菲抢走了 但现在的莫菲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 只想建立自己的丧尸军团 毕竟她也曾为此努力过 用自己的血去配合研发丧尸疫苗 到头来却发现只是妇人用来满足私欲的妻子 与其被人抽血研究 还不如自己来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接着莫菲邀请沃伦一起加入 沃伦却让她滚下来 莫菲一挥手 沃伦的枪被打掉在了地上 果不其然 一万也被莫菲咬了